马来西亚慈祭古镜之会举办大爱妈妈成长班 18位妈妈是同班同学 开心吗?你就很开心 今天早上生气你就知道吧 所以你要找一样的 来自不同家庭 透过小游戏彼此认识 从中学习 要变那个表情是不简单的 所以自己就真的是跟着那个 担心的表情一路上在找人 可是又看到大家都一直在笑 不知道哪一个是担心的 幸好有师姐拉着 你应该就是我要找的人 这衣服也就是已经不是很好的一些衣服了 但是我们可以将它变身 然后变得非常不同的价值 大爱妈妈成长班课程内容丰富 从环保到心灵成长 每一次都有不同感受 把心情放下来好好的学习 因为我们每天都是在学习不一样的东西 就像刚才我们做的环保袋之中 我们也学习到了怎么把衣服利用回收 让他有第二次的生命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我们有自己的优点跟缺点 人最难做的事情就是感动自己 因为只有你感动你自己 你的心灵才得到疗愈 然后你才有办法去感动身边的人 其实我的脾气很暴躁的 尤其是在对孩子方面 一下子不足就可以爆发出来 人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所以我姐姐一直在跟我讲 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 所以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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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再改 从自己的小家庭走入刺激大家庭 完成七堂带妈妈课的学员 即将走入校园让爱扩大 大家新闻沈泽荣 马来西亚报导